然后这个东西说完了以后 data这边我们稍微的啰嗦一点 就是说这个res一共有多少种方法 我们说res后边有多少种解析函数 或者能解析哪些格式 首先呢第一个呢 他能够解析 jason啊 怎么变成全角的了 一 是点 就是点这次吗 这个呢就是容易解析jason的 其实jason和数组我都可以 没问题吧 这个我们知道 然后他还可以什么 他还可以有一个叫arraybuffer arraybuffer呢 是把它解析成一个什么呢 是把它解析为一个二进制的数组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不用jason 我们看它是一个二进制数组是啥样 那么这边反正我们也是在做这个data码 OK 我们看生成一个这个东西 有人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就是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文件变成ux个码以后的ux码值 我们看这个文件 首先你看啊 第一个字母是多少 我们看一眼 第一个是91对吗 91是谁 我们查一下ask码表 ask码表 好 这个就是ask码表 我们查因为它是十进制数吗 我们只能按十进制查 我们看十进制91 左方块号 然后你可以再来两个 那么你说下一个是什么 这个里面呢 就涉及一点ux码的以及这个编码的这些一些东西了 然后底下有一个13和10 13和10是什么 其实变成16进制是0A和0D 我们来看一下ask码里0A和0D对应的是什么 这是10 这个叫换行 然后13叫回车 也就是一个是-N 一个是-R 换行是什么意思 其实换行就是把这个图标从上一行变成底一行 但是这个光标还在这 回车是什么 是回到紧左边 那有些同学会奇怪说 我在这里其实打一个换行 为什么会有两个东西 这其实来讲 这是原来跟打字机来的 你打字机 如果在打字机上换行怎么动 就是滚那个纸轴 然后回车呢 是把这个东西 他从右往左这么一打 OK 那么也就是说正常来讲 如果在打字机上制表符的时候 如果你想让一个东西从后边这个最尾位挪到最前位 他有首先有一个换行的过程 然后再有一个回车 回车是整个这个东西 顶到最头 所以其实来讲呢 这是一个从打字机来的 而且只有Windows是这个 呃 杠恩杠R 如果是在其他的地方呢 Linux上好像有的是杠R 有的是杠R杠恩 这个都不一样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未来如果你们处理文本文件的话 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么好 我们来看第四个32 32是谁 查一下 32是空格的吗 所以我们会看到 刚才我们打一下这个 这个里面这个 这是首先是谁啊 他没错吧 第一个是方括号91 然后是回车 回车是到底 然后换行到 CR到这儿 然后这是一个空格 两个空格 三空格 也就是你把它展开以后 它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其实来讲是他通过解析完了以后 在质本符里制出来的 他真正的二进制流 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样子 好 这就是Array Buffer 如果未来你需要把字符串 一个一个的 递了出来解析 那么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还有哪些呢 我们说Blob Blob是什么呢 Blob其实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叫做 叫做二进制大数据 叫二进制大对象 这个概念呢 其实来讲呢 这个对 这个东西最早的概念在什么 是在数据库里出现的 它最早应用于数据库 为什么呢 就是正常数据库的 那个那个 我们要知道 那个字段是有长度限制的 每一条记录最长的长度 是8192个字节 当然这里面 为什么它有限制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如果未来我们开数据库的课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就数据库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可以想象 其实只有8K多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我想把一个图片 音频或者视频的一段数据 插到数据库里面 是插不进去的 因为它那段记录 是长短有限制 你只有8K多 你插不进来更多的数据 那么这是如果你要想插大数据 怎么办呢 事实上它底下可以做一个池子 你把那个数据放到池子里面 然后在那个数据记录里面 放的那个东西 它其实只是指明了池子里的头和尾 就是它只是 它相当于放了一个引用 或者放了一个指针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种记录就叫blob 那么现在这个blob的这个数据 因为你从数据库往里查 有可能是查出blob这样的东西来 那么数据库在支持blob以后 就可以把图片视频音频这种 放到数据库里面 那从数据库出来的时候 那么它的格式就是blob 如果一个东西是blob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二进制的流 它连二进制的数组都不是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用blob 一会我们会看到 一会给大家一个例子来看 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是来源数据库 然后不需要解析 用于多媒体文件 知道这就行了 然后还有就是text 那就是按文本来 就是什么都不用的文本 我们可以看一下的文本啥样 是 ARRIE BUFFER 诶 等会 是 这竟然没报错 这是什么情况 看吧 这是一个字符数二 现在打印出来了 还有吗 好 那我们这几个 file是这个东西怎么用 基本的就这个情况了